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为了推广串联地方农鱼产品和新兴文创品 成立金门县春复会 并且打造春富号特色伴手礼店 网罗在地农鱼产品社区产业和创新设计品 透过春富号平台要让更多在地特色产物行销出去 有兴趣的乡亲不妨可以来逛一逛 这些东西都是进了这边自己资产的很好的产品 春富号是位在金城民族路上 它是一栋共享办公室 一楼店面是卖店 虽然19号才要举行开幕式 但已经开始试营运 最近吸引不少民众和游客来网参观选购 因为这次是刚好来这边出差的 然后就听说这边有这家店 就是好像快要开幕了 就想过来看一下 我觉得那个水榻的娃娃很可爱 那个买回去的话小孩子一定会超开心的 那个酸高丽菜 那个我觉得也蛮特别的 因为我之前在澎湖有吃过类似的 那金门的话应该也是值得期待这样子 跟以前来金门就是传统那种特产店 就蛮大的差异这样子 因为传统那种金门街上的特产店 大概就是以大家比较熟悉啊 什么高粱酒啊 牛肉干啊 还是共糖那些为主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呢 我觉得它主要就是说有很多 这几年就是金门这边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做的一些算是文化跟创意的商品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它是蛮有特色 那怎么讲 因为以前带那种高粱酒啊 共糖回去 大家都觉得啊 那个已经都吃太多了 这样不要再带了 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想说特别想说来这边找找看这样子 店内成色简洁明亮 仔细一逛可以找到不少的好物 其中店门口这个文创品 画着地区传统镇头 怕回草 创作者以手翻书创作呈现在地镇头特色 吸引来电的目光 不过这只是成展用的非卖品 这个是一个我们这边的一个小展览 然后它这是熟悉金门的人应该看得出来 它是迎城皇时候南门镜的怕回臭 那这位在座的这个人 他其实是镇头第三代 他的阿公好像地方叫他碰塞 然后碰塞啊 然后他就是画这个肚子的这位师傅 就是画脸啊脸谱啊 还有肚子的师傅 那这位第三代叫王晨静 这个年轻的女生 她今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她就把这个作为她的商业设计戏 毕业制作的作品 然后就把动作分解啊 然后把每一个人物性格啊都放在里面 就像刚刚在翻那个手翻书 对那对我们来说 其实在这样的空间 想要去推行金门有什么 这种在地文化 像它这样子的结合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是非卖品 这个是非卖品 它有做两个小东西 一个是小毛巾 一个是小的明信片 因为其实是它在毕业制作的时候的 所以商品其实比较简单一些 然后在我们店内也有贩售 就如同这文创品春富号成立 就是要将产品和产地连结 串联金门物产地方特色环境创意行动 让消费者容易找到各种特色好物 期许未来将春落特色体验形成 共同振兴地方和春落经济 春富号其实是金门的一个协会 叫金门县春富会所成立的 那所谓的春富就是春落复兴 大家都觉得好像是带斗粒的春富这样 那我们是希望说可以把春落里面的 以前的生活以前的空间 我们希望可以再一次更振兴更友人这样子 那目前春富号就是我们成立一个平台 这是第一步啦 因为我们觉得金门有很多产品 其实做得很好 都跟春落有关 或跟金门的自然生态等等 都有关历史文化 那大家都在做这些产品 可是贩售的方面 比较是大家自己想办法贩售 然后比较没有一个整体的金门形象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可以结合一个平台 帮大家贩售帮大家报导 然后整体对外让大家知道 金门其实很丰富 目前这边大概有将近一百项产品 大大小小的 然后大概有几十家合作的厂商 有的是创作者 他们是文创品 跟金门的历史文化会有关 然后以这个为灵感 然后也有一些像我深厚的这些是 浓于干货 像干昆布啊 蜂蜜啊 香菇啊 这一些 然后还有一些芋头的一些产品 然后我们觉得这些产品其实很棒 很希望让大家来金门的时候 透过这些产品知道 其实金门它每个产品背后代表的金门 是很丰富的 金门在地有不少的好产品 但对出来的游客来说 如果没有熟人带入 往往会错过的 而春富号成立 可以作为产制者和消费者之间平台 让更多人认识金门在地特色产物 我们下期见了